艺人常常让大家看到的是他们光鲜的一面 树不知其实这也是一份高危工作 最近演员聂心遭遇车祸的消息 可以说是牵动了众人的心 我们新娱乐在新记者也是一路全程跟踪报道 他的治疗恢复情况 1月15日车祸发生的第10天 聂心乘专机转往北京治疗 回到亲人的身边 对于这个27岁的女孩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而亲人们的一声声呼唤 让现场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医院方面透露 聂心恐怕以后要留下后遗症 我现在在北京北五环外的一家骨科医院 在这里等待着因为车祸而接受颈椎复卫手术治疗的女演员聂 她将在我身后的这家医院继续进行下一步的恢复治疗手术 傍晚6点北京某谷科医院大厅已经聚集了聂心的一众家人 在他们看来争分夺秒地和医生沟通聂心的病情 便与主治医生尽快展开治疗适当务之急 这个她每天她的量 尿排的量都有记录 对 有记录 有记录都带过来 血压呢 血压基本正常 高压有一点点高 还有一个就是 她的呼吸机当时在医院里有没有试着那个听一下 有 还好多长时间 一开始是五分钟 到北京有正常的一次听过时间 有听过 为什么要让她又起床 因为她还没有见 对对对 没有人要练 我说她最长可以自己呼吸十分钟 这个十分钟一天能有几次 一次 就一次 晚上八点多 运送聂心的120救护车 一抵达医院门口 家人便小心翼翼地 把躺着聂心的担架从车上搬下来 生怕给聂心再增加一丝的疼痛 聂心终于回到北京了 回到了亲人的身边 直接聂心被包裹了严严实实 但在亲人们的不断呼唤下 聂心还是睁大了眼睛 看着身边的亲人 她听见了 只是聂心此番回到北京 却是全身被捆绑在担架上抬进医院 此情此景 让聂心的亲友们 在等待下一辆电梯的间隙中 善然了一下 没事没事 回来就好了 回来就少了 而对于一路守着聂心挺过来的父亲来说 女儿能够逐渐好转 已经是她目前最大的安慰 别无他求 我现在不清楚 我没进去 但是现在状况挺好的 就是说 现在回复得特别别快 随后 医生将聂心推进了麻醉室 王磊 隋俊波 等九九级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的同学们 一直守候在聂心家人的身边 期待聂心好起来 你突然一下想到小时候 因为我们都是学跳舞的 其实 突然想到了 没事挺好的 其实我们是挺高兴的 因为能回到北京 真的是太好太好了 一定会好起来的 那他面积是什么心情 反正觉得他现在状况 还挺不错的 然后祝福他吧 希望他早日好点 现场我们也再度看到了 演员樱桃的身影 只是一路从庭州 陪伴聂心回到北京的樱桃 已是身心俱疲 谢谢大家所有人的帮忙 我这人 从现场来 好吗 谢谢你们理解 1月6号 聂心在剧组转场时 不幸遭遇车祸 导致颈椎第二三节骨折 脱胃生命垂危 期间更一度细菌感染 病情十分不稳定 而经历了长途跋涉 从庭州转院至北京 会不会影响聂心病情的康复 并在场的所有人 都十分焦虑 到时医生的一番话 让大家宽慰不少 手术是很成功的 骨头是完全服务了 那么病人的情况 也有好 感觉 平面的下降了 就说明他 还是很成功的 开始下降了 肌肉又开始 有点粗动了 病人的说话 什么十月都又开始有了 还是在向好的方法发展 我们现在呢 就是呼吸和 自助还不能自助呼吸 需要度过这个稳定期 把呼吸能够自助呼吸 吃掉了呼吸机 这样我们就算第二步成功了 医生也透露 遭遇如此大的车祸 聂心在这十天的恢复程度 虽说乐观 但为了避免细菌感染 练习目前还处于隔离阶段 每天的探视时间 也只有半小时 每天下午三年到三点半探视 一次进两个人 一次进两个人 但我们这样戴扩张帽子 穿隔离衣 这样脚套进 不能进多 就那么半个小时 就半个小时可以进两个人 特殊的情况下 在跟我们 给我们这个厕史有主任 在沟通 有个特殊情况下 没这么生活就这样 越少越好 他感染 只是这次意外 不排除会给内心留下后遗症 年纪27岁的内心的下肢功能 也很有可能不会完全恢复 也就是说 内心也许再也不能跳舞了 刚才好像听到 您说好像现在 他可以失去流失 是的 我们他又失愈了 失愈恢复了 所以我们觉得 这是很好的现象 是吧 很有希望 很有好多恢复的希望 他到底恢复到多大程度 不好说现在 会不会留下后遗症 很可能要留后遗症 但是能留多大的后遗症 不好说 新预约在线 北京报道 到边下宇前面需要 我们顿 potrzeb